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SCode插件的视频 哪个插件 是这样 最近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说小马你用这个VSCode 你当前行这个提示的高亮线 这是怎么设置的 安装了哪个插件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安装这么一个叫做Highlight Line的插件就可以 首先咱们先进下它的官网看一下 好 在官网输入这个插件 然后点击检索 这个是VSCode的市场 大家请看 这第一个Highlight Line就是这个插件 今天咱们就来安装一下 怎么安装 咱们不通过6版线装 咱们回到VSCode的环境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插件 去输入Highlight Line 一回车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安装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的是卸载 如果您没有安装时 这显示安装 一点击就能安装 好 安装完之后 大家请看下面这个图 默认的当前线并不是黄色 是这个青色线 对吧 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用黄色线 对不对 那么怎么设置 这是重点 好 咱们看一看 其实很简单 这个插件给咱们提供了三个选项 大家请看 样式 宽度 颜色 咱们分别设置一下 就可以 它其实就相当于咱们HTML CSS的设置方法 完全的一样 怎么做 好 我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安装完之后 咱们打开首选项 选择设置 没问题吧 在这个地方 咱们输入Highlight 不用输了 下面出来了 扩展里面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安装的插件 对不对 咱们点击一下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有三个选项 可以设置颜色 样式 以及宽度 对吧 大家请看 现在只有样式 咱们可以在这地方 有一个下拉框选择 比如说 选择一个Double 咱们看一下 这线 没Double了吧 可能看不太明显 咱们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点线 点线 我记得是有 对 这个 点线了 对吧 样式 咱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设置 画面进行设置 但是颜色跟宽度 则不行 怎么办 咱们需要编辑一下 Setting.json进行设置 怎么设置 大家请看 前面这地方有一个更多操作 对吧 上个都有 这也有 比如说咱们想设置它的宽度 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最后这个 将设置复制为Json的文本 复制完之后 再点击编辑 进来了吧 其实这地方我已经设置完了 大家请看 这地方 刚刚手工设置了一个 这地方咱们再拷贝一个 大家请看 默认的宽度是两像素 比如说咱们改成五像素 可以吧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当前是不是变成五像素了 对吧 比如说咱们改成一像素 都没有问题 回来之后 我把搭齿的再变成solid 再回来看一下 又变成solid了 没有问题吧 这地方一般 我都喜欢用两像素 这个根据您的随便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颜色 这颜色 咱们可以扣动这地方进行拷贝 拷贝完的结果 其实就是这行代码 完全的一样 因为以前我设过 所以说设置在最上方 我把它拷贝下来 好 比如说我当前行不用黄色了 行吗 用红色 一存盘 大家请看 是不是就红了 咱们就通过这个方式 非常简单的来设置一下 咱们当前行的高亮显示的效果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我再把它改过来 OK 没问题 好 以上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VS Code 如何设置当前行高亮显示线的一些小技巧 不知道您掌握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今后是这样 关于VS Code的一些使用的技巧 方法 我会专门做一系列视频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您能够支持于关注我的视频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视频会传到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